怎麼會發生這樣子的重大意外呢 台中空軍清泉岡基地 在昨天的時候有一名上兵練習打靶的時候 傳出一次槍托不慎撞擊到地面 沒想到子彈竟然因此急發 從下二貫穿士兵的頭部 他當場陷入了昏迷 搶救之後還是不治身亡 現在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錯呢 軍方還要徹查 國軍戰鬥步槍T勾腰力型打靶訓練 卻沒想要傳出清泉岡一名上兵 竟然不慎急發子彈爆頭身亡 空軍清泉岡基地大門緊閉一片肅木 空軍防空機飛彈指揮部三洞兩營 一名許姓上兵疑似在後方 預備線裝置實彈時傳出疑似操作不慎 槍托撞擊地面 沒想要槍支因此急發子彈從許姓上兵下二貫穿臉部 當場昏迷送醫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我們現在正在調查當中 也會調出錄影帶來確認一下造勢的原因 醫院急診室軍方調查小組進入試圖釐清真相 T勾腰戰鬥步槍民國91年研發生產 國軍至少配置了12萬把 此外還有不少衍生型出現 還外銷至印度中東等地 國軍主要的制式步槍卻在訓練時發生重大意外 到底是人為還是機械問題引發憂心 今天有國軍向我反映每一次打靶的時候他都很害怕 調查的時候請不要只推給士兵 說他不清楚流程自己疏失 我認為所有訓練都要按照程序步驟要領 一個家庭只會有一個孩子呢 平均不到一個孩子呢 有嚴格的拔場距離為什麼不要求 拔場的指揮官在哪裡 那拔場的副指揮官在什麼地方 打靶訓練怎麼會出人命 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軍方將調閱監視器全面徹查 要給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王軍演成長報道台中報導 好在一名許姓上彬的母親 她在昨天晚間是到醫院認屍痛哭 表示還不敢讓上彬的年脈祖母之情 根據了解許姓上彬是任養獨子 家中有80多歲的祖母 家人的感情是相當的好 母親從事沒法業 接到消息之後無法置信 放下了手邊的工作趕到了醫院 好所以國防部長顧力熊 昨天下午遭立委徐小新質詢的時候 卻無法回答出國軍打靶SOP 讓不少網友就看不下去開酸了 法律系國防部長連打靶的SOP都不知道 外行領導國軍真是夠了 還有人說啊 不是所有的狀況都在掌握中嗎 而國軍打靶發生意外 其實已經是近期的第二次了 9月9號這一天在新北土城的 後備指揮部後備旅呢 有一名後備軍人進行叫招打靶的時候 槍支發生故障 一名正姓營長接手進行故障排除的時候 疑似就誤出了板機 遭子彈打傷他的左腳掌 索性送衣開到之後並沒有生命危險 那當時就有人質疑了 律師出身的國防部長顧力熊 根本就是門外漢 而針對這起意外 退役少將栗正傑也表示啊 不管今天這件事情 是不是整個動作沒有按照安全規定的程序來做 還是說是個人意外 幹部都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你是不是如果說按照 你知道我們傾家動作做到什麼程度 我跟你講 跟鳳鷹講 鳳鷹會笑死 你們軍人這麼一個跟傻瓜一樣 就蹲下 將槍舉向左胸前 還舉向左胸前 拉槍機兩次 然後將槍機固定在後卸下彈夾 然後看槍堂裡有無子彈 然後看一下 大家看 班長都看 有沒有 沒有 再看一次有沒有 沒有 再看一次有沒有 喊三次 確定槍堂裡面沒有子彈 這時候才開保險 送上槍機 然後打開保險 扣板機激發 裝上彈夾 沒動沒動 一定是整個 整個靶場十二個人 一起做這動作 那為什麼 如果說是 還會有發生意外 我覺得這東西 真的是要好好檢討 為什麼這樣 那我講一個 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是一個笑話 我學生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用的是 武器式步槍很長 很長來講的話 不是持槍 是槍托整個放在地上 那打完把回來以後 就那個槍機 如果沒有激發 你會看到擊腿是在後面 從槍場就可以看得到 旁邊那個兵器 你槍場沒有激發 我們按規定就要激發 因為那個彈簧 如果勾到他 對槍枝長久來講的話 結果有省傷 結果他很雞婆 他又把他摳板機 你知道 砰 一箱就出去 還好內箱沒有 那我們同一個聯的 就我自己同一個聯 那時候是幹過這種蠢事 所以說整個靶場上的安全規定 非常重要 對槍場 那是誰 這是誰 我這次的 我這次的 是誰 是誰 我這次的